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今天的話是3月23號 是我們超古代綠水林出來的第一天啊 那我本人是非常的期待啊 對好久也沒有出 就是不是那種比血量的王 那這次的王好像是比較有一點點娛樂性 就是你不單純說你就是要一直一直去打王 你還是要稍微去解一下他的一些東西 我不太清楚 因為我是只有稍微看過而已 只是想說我就是不要看得太深 可能實際上讓自己去體驗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沒有看很多 但是就是有發現裡面有很多就是 蠻娛樂性質的東西 對我是覺得還蠻期待的 而且他的血量裡面有到非常的多 對雖然說他有一些很麻煩的極致 但是至少就是跟現代的王什麼賽聯啊 什麼老黑比起來 那血是非常親密許多 對好 那我們兩把一隻人就一個拉姆拉姆的心理抽炎 這是我們的前置人物 不知道他前置人物不會很久嗎 世界上最可愛綠水林所製作的心理抽炎 將會給予參與心理測驗到最後的所有玩家規定的請求 第一問題是你應該不會喜歡吃 弓箭手春風綠水林炸物 好噁心啊 我如果選否甚至就不會繼續 我是要選4才會 我先選否看看 看起來你是稍微懂得可愛的人了 欸 欸居然沒有喔 接下來第二問題 你同意綠水林比皮卡丘可愛嗎 嗯 應他們的要求應該要選4 那我就選4看看 果然你也是被我大大閃亮可愛的眼睛吸引了呢 有沒有最後一個問題 現在要馬上來我們的村莊王嗎 欸所以我現在是等於說我是說選到正確的路嗎 我稍微重新一下 我如果一開始我說我很喜歡吃 啊 它就跑掉了 哈哈 所以就是欸 那就是代表說我們是選到了正確的答案 啊如果說你是不同意更可愛的話 NO就跑掉了 對 然後我們就到了 這邊是開拓的那個村莊 然後在這邊會出現新的門這樣子 所以看起來應該還是會有一系列的任務要解 解一解才打完 這也是拉姆拉姆溫泉村莊 拉姆拉姆不是那個 那個2013的遠親嗎 還是它是叫勒姆勒姆 我也忘記了 名字很像 寶寶綠水磷 他們長好醜 呵呵呵 我覺得一怕綠水磷都比他們可愛多了 這隻比較正常一點 吉祥物 村長綠水磷 所以我們現在的地圖是在 那個那個是叫什麼啊 帕...帕爾坦 在帕爾坦裡面的... 拉姆拉姆裡面 他在這邊 啊他...他沒有辦法看大圖耶 他沒有辦法看大圖耶 他這... 壞掉了嗎?他不讓我點耶 好吧算了 好吧算了 大衛網路水磷 大衛網路水磷 一隻摔下來是怎樣 害羞的綠水流 雞的綠水流 聰明的綠水林 這看起來像是綠水有點老鼠一朵 Pshッ 真櫃 寶寶綠水磷 寶寶綠水磷 自開天堂 這邊有寶寶綠水磷 溫泉綠水磷還沒介紹 那傷心綠水磷 這個已經沒有綠水磷的形體了 那鬍子不見了 那鬍子不見了 很美 很美 好美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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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什麼 翠綠水你有沒有耳朵 傷心綠水靈 腐爛的書意 真的蠻像的 蛤 哈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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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